過關於闖降 我們這裡來談廣播的任務 我們請你開啟B07這個範例檔 那我已經把它下載下來開啟B07 B07我們來測貓咪碰撞了幾次蝙蝠對不對 碰到它,它會分數會加 那首先來,我們場景要把它變好一點 請你點五台 一樣編輯背景 之前教大家用畫的 你也可以直接開啟上傳的檔案 或者是選擇背景 這裡有很多背景 你選擇你希望的場景來做好 假設我希望它在戶外 戶外場景很多 這個看起來下雪還蠻漂亮 就這樣子 那請改變背景 再來請你做一個過關的動作 這是第一關喔 第二關我希望是別的背景 所以你這邊五台 背景要有幾個 通常要再有另外一個 可能我要再新增一個 再開一個背景可不可以 這樣是會被換掉 有兩個可以 你有兩個以上的背景 那我們第一關的時候在背景這裡 第二關的時候在這裡 請你注意這樣 那怎麼去做改變 我們這邊特別要介紹 一個事件的控制 叫做廣播 學校廣播 意思是通知所有的人 我們這邊的廣播也類似的一個功能 當我分數到幾分之後 我就廣播過關 那這個時候 我們把畫面換掉 顯示過關 從這個舞台變這個舞欄 舞台的畫面變過 甚至當廣播之後 我們可以改變 比方說蝙蝠的速度 或者貓咪的速度 廣播的作用在這裡 我們這課重點要練習廣播 好 首先我們回到 程式 貓咪的程式 貓咪現在沒程式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 我們要用舞台來動手腳 所以程式現在在舞台這邊 當程式啟動的時候 在外觀的時候 我們剛開始外觀是誰 要注意喔 把舞台外觀設為誰 那你如果不知道這是誰 那你就回到背景這裡 這個舞台叫什麼 Winter 這個舞台叫什麼 Break War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回到程式區 剛開始是什麼 Winter 一開始是這個 那什麼時候 我們要改變 分數在哪裡 分數到幾分嘛 對不對 分數我們之前設在哪裡 設在蝙蝠這裡 所以你分數這邊呢 要再加一個判斷 如果分數到幾分 我們要做什麼事 如果分數到幾分 一樣 事件裡面 你可以重複拉進來 也可以塞進去 好假設我塞進去好了 不要再多一個 各有利弊 塞進去有時候程式會比較短 有時候反而出錯很困難 這是你該考慮的 好 我因為這邊有一個 一直在循環 如果他碰到了誰做什麼事 那我再下一個 如果他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如果誰運算 我的分數大於幾分 就怎麼樣 過關 我分數我先設小一點 三分就過關好了 那過關怎麼辦 你看 要用什麼 廣播 廣播一個訊息 加一個訊息 叫做什麼 叫過關 他廣播了一個過關 所有的角色都會接受到過關這個動作 那請問你 我們的舞台會不會接受到過關的動作 會 你看 在 當他接受到過關的時候 他要跳哪一關 跳背景 要設為什麼 另外一個背景 這樣他就會走 我們來看是不是這樣 一分 兩分 三分 然後背景換掉了 下一關的背景出來 好 我簡單設計到這裡 接下來還是要你動手腳 去改我的東西 改哪裡 現在再提個問題給你 現在再提個問題給你 這樣就過關了嗎 那如果還有下一關呢 下一關 舞台要怎麼辦 三張圖片 三張圖片 怎樣才是 怎樣會到第三張圖片 當你的舞台這邊 接受到過關 給你動腦筋喔 第三關怎麼辦 動腦筋去改我的繩子 把它改成三關 甚至是說 全部都過關了 某一個狀況叫全部都過關 當他分數達到 十分的時候 遊戲結束 那時候 請你去修改這一支成者 請你去修改這一支成者 那麼